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刚要的决议草案 通过 随着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批准 十四五规划纲要成为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行动纲领 蓝图已经汇旧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迎来新的出发 如何迈好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第一步 2021年一时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两堂课 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 1月11日 总书记在中央党校面对190多位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开讲新年第一课 总书记强调 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 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开好局 起好部 半个多月后 1月28日 总书记在中南海主持中央政治局开年第一次集体学习 再次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部划重点 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这三星一高 是总书记强调在开局起步中 必须抓紧抓好的重点工作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